好 謝謝主席 我們請一下這個我們農委會的主委 陳主委 請陳主委 好 委員武安 你剛剛接受媒體的訪問 我就站在旁邊 你說你是到高雄去做什麼 我跟委員這邊說明 你剛剛講什麼 你剛剛講說你去高雄去幫農民做一些事情 結果受到非專業的干擾 結果受到非專業的干擾 到立法院來接受諮詢 叫做非專業的干擾 我在講的會專業就是最近一直在質疑農委會有所謂的網軍的這個部分 今天我特別說明在日前某一個媒體就直接下標說農委會洋網軍 接著不到幾個小時立刻改標題 改成藍尾說的 這樣一個標題我農委會無法接受 我第一時間當然要提告 因為農委會沒有洋網軍這件事情 今天到高雄到屏東縣去視察 然後你要扯到什麼媒體 什麼非專業的干擾 你明明就是應該要回來接受諮詢 我剛剛已經解釋很清楚 我講的非專業干擾 就是最近這一些議題上的干擾 這樣我有澄清了吧 謝謝 好 下一張 我們看到農委會在106年度就開始來招標 而且讓一家公司去執行了1160萬的標案 之後呢 又有一個擴充的標案 有190萬 相對於農委會 在勞動部他們沒有花半毛錢 他們用他們自己的同仁來做這個勞動部的粉絲團 他們照樣臉書的人數也是超過了10萬人 所以相較於勞動部用他們的同仁 用他們的能力來做這件事情 農委會106年度就開始有這樣的標案 到今年4月1號即將就要決標的 也是另外一個標案 等一下我想 鄭明仲委員會再質詢 換句話說 下一張 勞動部同仁 你看 他們是本會 本部指派同仁來負責 勞動部的臉書的 他們根本就沒有向這個農委會 來做這樣子的事情 更不要講說 就在昨天 農委會三度回應本席的質詢的時候 竟然寫著這個新聞稿 還說 該會昨日新聞稿 抗議製造什麼什麼東西 拜託一下 我們的主委 這個寫該會 所以你們這個稿子是叫誰寫 是另外一個誰幫你代稿的嗎 不像一個是本會 怎麼會變成該會 更不要講說 在這裡面 稿子一直在提到什麼 新聞稿提到說 已經給我資料 3月13號上午 提供給本席資料 但是他說 陳委員對於該會提供資料不滿意 本席要在這邊講 我當然不滿意 因為你們從來沒有提供給我一個 完整的結案報告 本席要的是 完整的期中報告 跟結案報告 這個已經執行完畢 也驗收完畢的一個報告 你拿不出來 一張光碟片或什麼都拿不出來 你知道昨天 給我本席的就是這一本 可是這洋洋沙爾 這一本裡面 只有前面的三頁 是這個 檢案報告的摘要 三頁 其他資料都是舊資料 都不是報告 這三頁摘要裡面 甚至還打錯字 應該是Cloud 雲端你打C-L-O-U-N-D 顯然這個就是有造假的嫌疑 主委 你要不要說清楚 這是怎麼一回事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還有昨天發這個新聞稿的 這個內容 你有看過才知道他發的嗎 你有看過這個內容 我跟委員特別說明 我們完全分工授權 所以第一個新聞稿 你沒看過 我完全授權這件事 我們同仁 授權給誰 第二個我要特別回應 授權給誰 我當然是授權 我們有相關的新聞的這個體系裡面 我們只要到主密層級以上 就可以直接授權就可以 那委員還是回到你剛剛的問題 我們直接回答你的問題 如果今天針對所謂的報告 農委會絕對會依法行政 我們不可能要求我們的事務官體系 不依照規定辦理 全部都是依照規定來辦理 如果法令上給的我絕對百分之百依法執行 我絕對不會違法 這第一個特別 第二個特別說明 第三個 農委會為什麼跟其他部會特別不一樣 我給各位所有看假消息 假新聞 影響農民收入的 所有的這些消息之多 沒有一個部會比農委會多 我們不澄清 我們怎麼可能幫農民捍衛權益 106年的時候 這個圖片嗎 你不需要 這是什麼的圖片 你不需要去轉移焦點 本席問你的很清楚 我們沒有澄清 報告依法規定 已經送給你了 沒有 你給我的是只有三頁的 三頁是整個 整個招標案的 當然是一個 我認為 我可以跟委員特別說明 你報告給你的 是經過我看過的 所以是我負責的 我是依法規定提供的 你提供的就有三頁的摘要 當然是三頁重點的這個部分 一千多萬 一千三百五十萬 我們依規定來提供了 你依規定提供 給一個三頁的一個摘要 叫做有依法來行政 農委會在打擊 這種假消息假新聞的時候 我們同時要面對這樣 擔心我們去打擊假消息假新聞的 這樣的一個議題的操作 這合理嗎 這公平嗎 你知道跟誰講 我在國會殿堂講 身為農委會主委的心聲 身為農民朋友 這心聲 我禮拜一 我禮拜一被好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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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種植縫理的朋友 打給我抗議 一塊錢 一劑太金的這種報導 這種假消息 主席 在整個 所謂的 網路上乱串 我可以提供消息 給委員 這沒有無焦點 這沒有無焦點 這個就是今年的這個招標案 要做的工作重點 叫做是報告啊 主委 你答覆的時候 真究問題答覆 對啊 我剛剛有針對委員 他要求的問題 我直接回應了 我有問他 這三頁是不是報告 你要講啊 這個叫做全部的報告 我在跟委員報告 針對你關心的 D06案的這個招標案裡面 他就做三件事情 學校午餐這件事情 我這件事情 明明是對學校好 那這個很好的事情 學通好 對農業好 對食農交易好 結果 網路上 網路上 我們被批評 學校使用四張一Q在地食材 主委 這個裡面我們當然要去宣導 那你把報告交出來嘛 本席也沒有在為難裡啊 我以前跟您說明報告裡面的四張一Q 他到底在做什麼 我在社福衛萬委員會 我們在盯的時候 光是一個一百萬的計畫 一個報告 馬上交出來 上禮拜三 要你們交報告 你們說禮拜五會交 我禮拜四 問外交部 有沒有相關的 也關於就是網路的 方面的 他們當天就拿報告出來 你的報告就是交不出來 我們依照規定法規 我們依照規定法規辦理來執行 依照法規你就是交不出來報告 我覺得今天其實這件事情 最可疑的部分就是 一千三百五十萬的一個招標案 到最後給我本席是三頁的一個東西 好下一張 好下一張 而且其實在這裡面一直談到的 你們甚至說給我這個報告裡面講說 因為什麼 因為要依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幾條 所以呢 也還有包括什麼 智慧財產權 所以沒辦法給完整的報告 但本席要講 之前 顧力雄 在2016年 曾經為了這個事情 也問過法務部 法務部的回應就是說 如果這個訊息 其實是 對於國家的整體利益 是比較強度 比較強的話 其實還是應該要給報告 更不要講說 當初你們在招標的文件裡面 並沒有提到說 智慧財產權是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到現在用智慧財產權的理由 所以報告拿不出來 好下一張 然後你給我的三頁的文字裡面 所有在農委會要做的這些事情 我們看下一張 那個農委會堅持呼嚨 國會那個呼嚨 好 就跟我們農委會剛剛一樣打錯字 你看看 農委會放煙火 你自己看看 你們自己的一個黑客松 一個 黑客松的一個 一個活動 七百多萬 為什麼一個黑客松 要花到七百多萬 你講得很對 我們很樂意檢討這件事情 農業的黑客松 深受所有的青年朋友 甚至大專院校 許多組團來參加 如果因為我們用七百萬舉辦 三十三小時花七百多萬 當時花這個多這麼多錢 三十三小時是兩天一夜 在農事所舉辦的時候 他不是只有那兩天一夜所的時間花費 但是你看看 廣告短片就要花五十萬 我可以把所有參與 農業創新黑客松的所有的這些青年朋友 這些單位 這個就花了七百萬 完全都是為了一個網站的設置 五十萬 設置完兩個月之後 就測掉 為什麼網站要測掉 所以我就會很尊重 立法委員的職權 當政府的預算 沒有使用有效率的時候 如果需要檢討 我們當然很累檢討 但是我們認為 這個農業創新黑客松 對整個農業的加值創新 它的效益 跟它的成本 是要做這樣的對照 而不是拿七百萬 所以這個我可以給你一個 完整的成本效益分析 針對農業創新黑客松 這個東西是要包含在裡面 隔一年以後只是花一個三百萬 如果您對這個 比如說這個標案裡面的三大議題 我們還有一個學校使用四張EQ 這個議題 需要的針對這一些的成本 跟它的所謂的效益 我可以一個 好 一個成本效益分析的報告 本來到底它裡面做什麼 我再提供給委員 農委會 你不要再給我另外一個報告 我要就是原來的決案報告 這個報告其實都已經在驗收的時候 交到你農委會了 今天沒有牽捨到所謂的 報告就交不出來嘛 作者的這些注重權的保護的 我們早就全部都提供給委員 扯委員時間到了 好 我再一分鐘 主席 你看一下 在當時你做這個農業創新黑客松 你看看 在網站上面 他們怎麼說 農委會 農委會 是農創松 這個農業創新 黑客松是為了消耗年度預算才辦的 你看看 這個是網路上的留言 下一張 就是因為網路上有這樣的留言 我們才要針對這種不實的假消息去回應 做的喔 你自己做的 更不要講說你看 在這個網站裡面甚至說 蛤 為了耗年終的預算辦 黑客松 這還是你委託的這家公關公司 在幫你 在打臉你自己 你不覺得這就是黑客松的創意嗎 我不覺得啊 這是創意啊 這要花那麼多錢啊 所以我要 七百萬委託 我要把 黑客松 農業黑客松這兩年 做的所有的這些點子 具體被我們落實為政策的 我要提供一個完整報告給你 以免被你誤解說 花了七百萬的農業創業黑客松 產生了這樣的一個誤解 已經有提案 其實黑客松不是你 2017年 106年報告的全部 這邊花了七百萬 另外還有七百萬 到底花到哪裡去 一千三百五十萬的標案 這邊你花了七百萬 而你藏在這裡面 隔一年 黑客松的計畫只花了三百萬 你這邊要花到七百萬 是非常非常的令人覺得 起人移動 謝謝 本席希望 謝謝主委 你如果今天 能夠面對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好好的把整個報告 來到我們的經濟委員會 下個禮拜 能夠把這個報告 不只交出來 同時做一個報告的分析 本席在這邊予以肯定 所以希望你能夠誠實的面對 國會還有審計部的 預算的監督 不要在那邊 用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消耗預算 揚網軍 你後面那兩句話不正確 我沒辦法接受你 你前面我都接受 我沒辦法接受你後面那兩句話 好 謝謝陳委員 那我要請教一下主委 剛才陳一鳴委員要的資料 你們什麼時候可以提供 剛剛委員有特別提到 整個 比如農業創新黑客松的這個 效益跟成本 到底他在做什麼 有哪些idea 因為大家的 年輕人的這個 有這樣的一個創意 我們可以把它 完整的提供給委員 讓你知道我們到底做什麼 甚至我也可以提供 來參與這個 農業黑客松的所有的這些團體 那個要多久 多久 一個禮拜 這個 如果農業創業黑客松 不用一個禮拜 我這禮拜五以前就可以給你 其他的部分要一起一併給我啊 其他部分是有鬼嗎 我當然沒有啊 其他部分學校 市場EQ的 我也可以提供給你 我們學校市場EQ 做了哪些事情 要給一個部分一個部分 我怎麼知道 你這是真的報告假的報告 把那個 你如果這樣我就沒辦法回應你了 我提供當然是真實的報告啊 而且是依規定提供的 本席在這裡啊 原來的報告拿出來啦 在這邊做一個財事 就是剛才陳一鳴委員 從早上到現在 他一直要農委會提供的那些報告 那些資料 我們希望農委會這裡呢 盡速提供在一個禮拜之內好不好 能夠盡早就盡早 剛委員接的那個可以 那我們就會依照規定來提供 剛才陳委員講的 好不好 要不然他從三月幾號就開始要 一直都要不到 三月八號 好